台东县的台东艺术节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年了 而县府文化处今年也规划了14个场次表演 表演艺术的种类多元化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欣赏 每年都深获广大乡亲好评的台东艺术节 今年迈入第七个年头 县府文化处更规划出了14场次的表演 而且每一场都很精彩 文化处处长钟心博 希望乡亲确实能够支持台东难得一见的表演艺术饗宴 今年我们冲到14党 其中有三党是国外来的 两党欧洲一党日本国外来的 其他国内也很有可看性 你看像去年请到曾宇谦 今年请到林品任 都是我们台湾年轻一辈 30岁以内新锐都是最顶尖的 然后甚至于很多人都问我们 你们怎么请得到曾宇谦 怎么请得到林品任 我们这阵子请到了 那我们今年还邀请到 暗恋桃花园 它是台湾非常经典的舞台剧 那今年满30周年来台东 很高兴 我们各位乡亲一定记得 200块到600块很便宜 记得来演艺厅 跟往年一样 民众要欣赏这样的艺术饗宴 必须够票才能入场 处长钟清博表示 今年还有很多种优惠的方式 详细民众可以随时注意两天医院 售票系统还有台东文化处网站以及脸书 借刘明胜台东市报导